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是台东的大午乡 徜徉在碧海 蓝天与绿地 是名符其实的山海之乡 这一片平坦的地势是现今的大午村 在过去是沼泽地 也是排湾族人狩猎的地方 当时被称作巴朗尾是极打的意思 用来辨别湿地的所在 也由于地势平坦的关系 人们逐渐在此埋锅造范 形成了稳定的聚落 从和制 明镇到清岭时期 当时的政府对台湾东部的控制 仅局限在零星的据点 直到1871年武丹社事件爆发 清政府施行了开通道路 俯顺翻人 招来汉人 等一系列开山俯翻的政策 成为东部开发史的转类点 而根据史料的记载 西元1894年 台东一带共有1800多名的汉人居住 近半数居住在现今的台东市 其余则分布在关山 池上 路野 城宫等地 大午也是其中之一 而大午这个名称 是因为位在大午山之南而得名 日本人将原名巴朗尾改成大午 并沿用至今 日据时期 日本人延续清朝的政策 持续修筑东西部的交通要道 像是连结屏东水底辽到大午的 静水银月里道 大午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交通枢纽 汉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台湾是一个德国的社会 那其实就是台湾的缩影 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 所组成的一个特殊的文化 那大午一样是 那我们大午山内的人口有六成是原住民 那主要是排完组为主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后续前来这边 有像台南的 屏东的 或者是像原本在从事沿海捕捞工作的 像恒春的就会到沿海的地方居住 那像有一些他原本就在山区 像是彰化 南投 云林的 他就会靠进比较山的地方 那大午的结构其实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 我们大午村的人口是大概 如果知道以前是1700多 现在可能降了1500多 然后我们的亨城平地人跟原住民 差不多各半 差不多各半这样 有三个桥北 桥南 桥老板 三个部落主城 大午村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的关系 逐渐成为大午相害人的主要集中地 之后随着台湾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策推进 许多的产业迅速兴起 也吸引各路人马前来寻求发展机会 两三岁的时候搬来 在那个星华上面 那个时候是那个 日本人在那边种那个药草 到后来就是 他们已经搬回日本了 就希望我们台湾人有那个接班的机会 民国五六十点的时候 那时候人真的是在流淋班抓鱼苗 还有做水田的 还有那个做生意的 还有公务局的班是一天都一百多班 随着持续增加的人流 大午成为重要的公务转运站 车潮与人潮川流不息 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商机 也促成了商圈的行程 正盛时期我们这边 光旅社就七八间 然后还有旅划厅 然后还有 以前说的说茶室 在我们大午间这边都还有 然后电影院 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 因为公务局要在设站在那边 就慢慢慢慢 然后就慢慢就是盖房子 然后就很多人就在那边做生意 繁华的荣景一直持续到南回铁路开通后 人潮逐渐散去 产业渐渐没落 大午虽然依旧是公路上难来北往的短暂休憩处 但是人少了许多 没有人伐木了 然后苦疑也少了 后来就是一些年轻人慢慢的往外去发展 沉寂了许多年 一群怀着共同理念的社区居民 于1993年成立了社区发展协会 致力为大午寻找新的机遇 现在目前社区已经有差不多四五点 整休以后变成一条线 还有我们目前最比较值得去回味的 就是我们有百年的土地公庙 1990年建成的福安宫 是大武汉人的信仰中心 人们在此参拜 处理药物或是泡茶聊天 成为当地社交活动的重要据点 不仅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 更是日常生活的核心 我们大午这边 其实为什么会有我们社区会 给它整治这一片墙 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们这个地方 它以前就是懂石头的家 以前它是专门在收鱼鸟 或是那个慢鸟 我们这边在地的人去补鱼鸟回来 都交给它 所以我们才把这一面墙 怎么收鱼鸟的给它呈现出来 大午的社区小旅行 展示了在地丰富的人文故事 也让人们一窥大午的发展轨迹 更重要的是 希望能通过人文旅游的兴盛 吸引更多青壮年人口回流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说写计划 然后再改变大午这些 就是一些风貌 就是我们有修缮一些老屋 也就是想说 让大午看能不能慢慢地繁荣起来 就是让一些年轻人回流 吸引人口迁入或回流 并非单靠旅游业的繁华或喧嚣 往往是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 和平静氛围 促使人们停留 选择在大午落脚开设面包店的林世忠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原本我本身住在台东市 当兵之后就往南市那边走 就说因为大午的土这样粘 就被粘住了 对 是这样 林世忠的面包店 在大午老街上开设超过20年 它的烘阿叭 以绵密的酥皮 和甜度适中的内馅著称 赢得了台湾百大伴手里的荣誉 也成为了大午居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美味与记忆 这是以前传统的包装 以前是一个红纸的圈圈而已 就是说一般的话 它就在中秋节目 我们终于做中秋月明 我们的拼头就是说 我一条红红 以前就是一张红纸 挣起来挣起来一红一红 挣起来就说 如说这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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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과 电红红红红 天下第一风的好滋味 满足了在地居民的味蕾 与此同时 社区里的畜牧业 也为这里的生活方式 提供了另一种滋养 构筑了大午的多元生产面貌 在大午 土地 牛群和农夫相互依存 原住民与汉人之间 在时间的催化下 也有着相似的共生关系 大午文化健康站 就是一幅原汉和谐共存的画卷 彰显出大午的丰富和多元 我们大午文件站目前 就是服务的对象是 桥南跟桥北 我们的集居是30到39个 我们目前招服务员也为商人 我们文件站在105年9月就开始成立 那是由南回德力权人关外协会 跟政府签约我们开始办的大午文件站 大午文件站自2022年7月前到限址 由于位置便利 加上宽敞的空间与丰富的课程 吸引不少长者进展 譬如说如果放假的话 就是隔两天不见了 就是没办法来上课 他们会在这很无聊 就是非常期待来文件站上课 就算我们放假也会 也是会去关心战畅团 因为他都是 长者都在我们家 就是我们文件站附近 应该是说好像是每天必须来 我要跟我的家人打招呼 那不管我今天要做什么事 我要先到文件站来 做一些生命量测 知道我的身体的情况都好 或者是我今天身体不好怎么办 他来告诉我们 我们帮他做转介 文化健康站原是原住民主委员会推动的强调政策之一 而基于服务民众的理念 大午文件站欢迎所有有意愿 且符合资格的非原民长者参与 所以我们的长者 他有愿意付出的心情 也有愿意帮助别人 愿意分享他那种天性 都会在这上面 其实最会分享与给予的是这块土地 人们乐上好色的天性 或许也是沉袭于此 许多的善念集合 以至于大午的土地会黏人 也许是风土令人留恋 或者是环境让人想落地生根 也可能是各种机缘巧合 选择留在大午的人 都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找到了深厚的归属感 这座因公路而发展的小镇 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族群 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大午形成了独特的特色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 就业打拼 许多行业逐渐凋零 甚至消失 近年来文化观光旅游兴起 在大午社区发展协会的努力下 许多老字号的建筑逐一浮现 而这些过往的风华 也逐渐吸引旧与性质的缅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近年来在公布门的带领下 大午箱积极展开转型与活化计划 包括了改造旧市场 以打造大午新创基地 或是吸引数位游牧工作人士前来 老屋翻新 活化在地建筑等 而当地的文件站 也成为文化传承 和社区发展的领头羊 为大午这座老镇注入心血 并重拾驿站的老字号招牌 请看我们接下来的报道 位于大午老街旁的 大午国家森林步道 是全台最迷你的国家级步道 全长仅1.1公里 沿着木造的阶梯攀升 抵达高处的观景台 并可将大午西出海口的壮观景致 大午村落的宁静美景 以及广阔的海天一色 尽收眼底 而正当人们在此沐浴于自然的同时 大午乡的转型与活化计划 也正逐步地展开 期待能将这片土地的魅力 透过更多元的方式展现给世界 那我们先讲就是来台东 我们会借沿着太平洋去休息 所以从我们的南迴隧道出来之后 你看到第一片很广大的太平洋 那个就是我们南兴村 那你可以在这边做休息 然后到我们的南迴义 东部最大的一个休息站 里面除了有提供一些在地的办手礼外 除此之外我们在南迴义有一块基地 是我们公所自己在规划的一个展区 那叫做走独巴朗卫 那巴朗卫是我们大午早期的名称 就是盘族的榜卫的意思 那这里面我们会用区域 还有人口结构来简单的介绍整个大午乡 那并且会用时间手的概念 就是从日本时期开始有影像记录以来 我们用老照片来说故事 它叙述整个大午的发展 那包括我们未来对这块土地的期待 还有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那这个地方可以很简单的 让民众了解到大午乡的整个架构 再往北走一点呢 这几年我们跟台东县政府合作的南迴艺术记 也在沿海的地方有一些艺术品的出现 像1314的蓝 还是像我们大午9420的拍照景点 也可以让游客来做稍微的休息 然后感受一下东部不一样的台东蓝的景色 还有太平洋的风 再继续往北 你会看到我们台东唯一一座的天桥 就是我们充满铜区的积木天桥 那后面有一个彩虹墙 非常的colorful很铜区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来做一个打卡拍照 那在彩虹墙这个区域就是属于我们的大午村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全台湾最迷你的国家森林步道 也就是在大午村里面的灵物局的一个森林步道 也可以花个30分钟的时间来走一下 感受一下森林的氛围 那继续再往北的话 你会到我们的最近才完工的这个大鸟休息区 大鸟休息区可以迎着一边靠近太平洋的景色 然后享受着海风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们部落文化的大鸟村的聚落 那大鸟村是我们大午乡原住民聚落最大的一个地方 那最近我们在举办这个收获节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同乐 大午乡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不仅能吸引游客 更为大午的转型活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近年来面对人口外移 与城乡发展失衡的挑战 大午乡公所展开了一系列振兴地方的计划 大午新创基地的前程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市场 那它在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占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是这个区域的商业中心 大午新创基地目前是由当地的 历清爱乡促进会管理 他们邀请有才华的在地艺术家进驻 并欢迎志同道合的返乡青壮年加入 希望能为社区诸如创意与活力 我也是返乡青年 那只是因为我看见部落的缺少什么 所以我愿意回家来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成为先驱者了 那我们怎么去帮助未来想要回家的人做什么 现在就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出自于我们在地的 青年的想象力跟它的手 那其实这些人我们请他们这样子来去做设计 或是来请他们去创造一些东西 其实主要的目的性都是希望能回家 回家看似简单 但返乡工作和生活不能单靠情感支撑 在地的就业机会 创业支持系统 社交娱乐和生活品质等都是关键因素 大午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强调 应该是整个台东 其实在发展一两个产业很主要的面向 一个就是观光 一个就是农业 这个新创基地 我们协会接之后到现在才半年而已 所以我们还在从这个风雨中 在慢慢的成长 他们的努力并非没有遭遇挑战 像是政府资源有限 资金和人力紧缩等都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讲白一点最辛苦的是 在资金的运作上是会很辛苦 那这个资金我们要怎么克服 没有办法克服 只能理事党掏钱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不断地寻求突破 持续引进更多的赔利计划与人才 力求为返乡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同时也培育未来的地方人才 那我们就找到一些计划 比如说我们来扶持这些年轻人 我们是有哪些中央的计划 可以来培养一群年轻人来赔利他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多元开发计划 我们要养员工嘛 这些人呢 你看包含到专金包含到金融 全部都是返乡青年 其实有一阵子我们在摆市集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产品都有拉出去摆过 其实我们后来也有发现到 原来这个也可以当做大武的一个商机啦 就像我们讲到的无印良品的包包 然后只是加上我们之前五星设计的logo 这个也是在地人做的啊 对啊 让感觉就是说 原来这个包包加上五星的logo 它是变得更有质感 然后包含这个咖啡杯也是一样 这个随身杯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把它设计的 更有一点年轻化啦 给不是让更多人会去喜欢这样的东西 那像这个东西啦 反清复明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就是在告诉大家 希望我们回家就是代表 能让我们可以回家 然后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也为地方创造更多的一些青年这样子 2022年启动的国际数位 游牧绿洲聚落示范计划 又是另外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规划 大武器它长期来它比较偏向 它缺少的是一些资讯 一些新的观念的进来 如果有一个案子可以吸引这些外地人来这里 它对地方都是帮助 特别它不只是带来新的观念 新的技术 它甚至可能来这边跟居民的相处过程里面 会让这边的居民 特别是小朋友看到 原来世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 这项计划将乡内的闲置空屋翻新 作为数位游牧工作者的临时住所 并提供了适合远程工作的环境 希望能吸引台湾乃至全球的数位游牧族群 到大武居住或工作 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老物活化 你找出你的老房子 然后修一修之后 让有专业的外籍人士能够来这边居住 我们提供它一个居住的场域 让它在这边工作 在休息的过程里面 同时能够提供它创作的能量 因为当初是只有设定外国人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台湾人都在国外做游牧民主 我自己台湾自己的家乡都还没有看完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国外看 所以我们今年就有把游牧民主的资格下修到 台湾人也可以住 你只要有提供回馈计划 任何人都可以来 大午乡在转型与不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而大午文件站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亮点之一 在过去几年中 大午文件站的努力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特别是在生命怀旧碎步贴化 和隔拍动画比赛中读的首奖 这些奖项不仅象征着对地方记忆的珍视 也彰显了他们在文化传承上的努力 这些怀旧碎步贴化不仅保存了大午的历史片段 还激发了长者的创意 将回忆转化为艺术作品 并巧妙地被演绎为栩栩如生的动画 使年轻一代更容易认识大午的过去 好 我们今天我们的课程 是我们的生命怀旧系列的贴布书 各位还记得在110年跟111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贴布书 然后我们也去领奖 还记得吗 在成果展的时候我们也去领奖 这个是第二张 第二张 把它盖过去 粘起来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 就有质感 大午香的转型与活化 不仅是地方自我提升的故事 也是一场富有远见的文化复兴 面对数位时代的来临 大午的老中青三代 正以不同的方式与速度 努力赶上潮流 也为大午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春夏透蓝 秋冬迷蒙 大午这座充满色彩的小镇 融合了历史 文化和自然美景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当地的居民试图将它重新抹上一抹艳丽 希望以新的面貌重新试人 重新打造更具人文风貌的新老驿站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走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 我很有兴趣听这个 我都会完成 赶快完成 然后它的动作 因为那时候我怀念老人家 这个是我的作品 刚刚进来的时候所做的作品 这个是我母亲 这个沙发艺的颜色是一模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